同学问你个问题啊 全世界你最想去哪个地方 我想去意大利 我想去曼尔代夫 巴塞罗纳 我最想去厦门 我觉得我最想去的地方应该是日本 我最想去西岛拉萨 我想去文文 我想去奥尔代夫 我现在最想去巴塞 最想到青海去 我想去所有有美食的地方 最想去内蒙古 最想去的是南地方是内蒙古西岛 想去美丽的新双版纳 我最想去台湾 我最想去的地方 不是很明确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神圣 很洁净的一个地方 很进化心灵的一个地方 我最想去的地方 你最想去的地方 你最想去的地方 那在这种地方 你最想去遇见谁啊 我遇见的人也不是很特定的 就是想遇到一个比较有梦想的人 跟自己一样 有追求 然后一直朝着自己的方向努力的这样一个人 就是有共同语言 最想去遇见我的那个他 但是最想去遇见 我也不知道最想去遇见谁 是我们随远版的 我听说西藏人如果是认定的人的话就是一辈子 所以我想遇见一个人 认定我当他一辈子的一个人 你最想遇到那个阿斯纳的那个球星 威尔西尔 那在那你最想遇见谁 我爸妈和我朋友 最想 首先是最想吃到我想吃的美食 然后是遇见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然后遇见钟翰良 见我爸妈 我最想遇见一个心中最完美的一个队心 因为这个地方很神圣 在那你最想遇见谁 我未来的另一半 我最想遇到曾经和我一起交流的同学 你最想去什么地方 墨尔本 那在那你最想遇见谁 遇到一个巨帅无比的黑人 然后嫁掉了 然后生一堆混血 然后让我的家庭变成一个联合国 咱们再说 我刚才一边 然后再说 我整个人都没办法 那你 punched一下 那我看着你 那我看着你 你这一边 他们都没办法 你是不是 我 这一边 我家庭变成 我 我 我